而臺中市也出現第一例死亡的個案 這是隸屬於這一家 總共十一個人確診的北屯家族群聚 那麼死者是最早發病的這位婦人 他七十八歲的老公 那麼在昨天下午三點半的時候 醫院急救 無效後死亡 那麼他們家十一個人確診 包括長子長媳 孫子 次子 次媳 還有三子 三媳 通通是染疫的 那怎麼辦呢 全家只剩下住苗栗的大女兒 能夠處理後事 他因為沒有跟大家住在臺中 所以只有他這個身體是OK的 好 那一家人只能夠透過電話來討論細節 也只能夠在電話裡頭哭泣 大女兒受訪的時候說 三個弟弟跟弟媳 都不能見爸爸的最後一面 這是大家最遺憾的事 變毒來得又急又凶 還來不及見到爸爸的最後一面 女兒很悲痛 前幾天我們一家還很和樂 也不知道說突然事情轉變會這麼大 他媽媽是北屯家族群聚感染第一個發病的婦人 他的爸爸在五月二十八號確診 一個禮拜後就過世 但三個弟弟還有弟媳 另外一個侄子都陸續確診住院治療 一家九口全都來不及見到爸爸最後一面 唯一沒染疫的他也是唯一能幫爸爸處理喪事的親人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確診者過世 遺體要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一家人只能透過電話討論爸爸的後續 最後在家屬的同意下由民政局代為火化 但這家人還要繼續面對第一個發病的媽媽 現在也變成重症患者 情況不樂觀 除了北屯家族群聚可能還沒結束 另外新增的確診者還有大雅一名男房仲 在北屯美容院工作的女性 西屯一名八十歲的老先生 以及曾北上桃園看女兒的媽媽 這幾名確診者曾經到過大雅全聯超市 馬剛菜市場以及西屯的採券行 台中市疫情看起來還是相當嚴峻 台中報導